郑凯到底与赵丽颖有什么过节 才会让她在颁奖典礼上当众出丑 2020年的一个颁奖典礼上 刚刚生完娃的赵丽颖便遭到了郑凯的当众质问 你觉得拍戏辛苦还是在家带娃辛苦 这句被郑凯自诩为幽默的开场 却让台下的赵丽颖尴尴尬不已 然而彼时的郑凯却不以为然 看到赵丽颖不发一言 她还继续自以为幽默的调侃道 而说完这句话之后 她还直接呼吁台下的明星与观众 一起给在家带娃的冯绍峰鼓歌掌 争孩子的是赵丽颖 出门赚钱的也是赵丽颖 为什么冯绍峰可以理所应当的赢得这段掌声 而郑凯之所以口出此言 除了骨子里认为女人就应该在家相夫教子之外 或许也正是因为五年前的这句 不小心让两人结下了梁子 2015年郑凯与赵丽颖曾合作过一部电视剧 彼时郑凯参加跑男风投正胜 然而这时赵丽颖却在两人的共同采访中当众戳穿 要是真人秀都是有剧本的 因为不管怎么上真人秀 它始终那台机器 它就会让我不舒服 然后始终都会有一些安排 或者一些剧本啊什么的 还是那种好像在拍戏的感觉 而有意思的是 彼时的赵丽颖刚刚参加过跑男 她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口中这个有剧本的综艺正是这个节目 但却也狠狠地打了一旁的搭档郑凯的脸 要知道跑男当时是最火的综艺 而节目中的四名牌环节也一直在网上有剧本的嫌疑 赵丽颖的这句话一出顿时便将郑凯置于尴尬的境地 而在跑男节目当中作为游戏黑洞的赵丽颖也让郑凯颇为不满 彼时郑凯正十分专注地围观宝兰组合与孙杨的撕名牌大战 可没想到赵丽颖却在卑鄙的受益之下从背后撕掉了郑凯的名牌 于是彼时气急败坏的郑凯便心生不满 不仅直接在节目中质问赵丽颖为什么撕掉自己 还在赵丽颖淘汰之后送了她一句话 明明前一天两人还在一起合作 换个节目就变得针锋相对 果然娱乐圈没有真正的友谊 而作为一位靠自己摸爬滚打才逐渐上位的女明星 赵丽颖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显然更多 出身于廊坊农村 足足备备都是农女 因为家境问题还一度放去考空姐 中专毕业后跑到商场帮美容院发小广告为生 这样的出身在富二代郑凯面前简直不值一提 电视台当然也不愿结交一个这样的人脉 才会将赵丽颖戳穿综艺剧本的问题当作热搜头条 而显而易见的是 赵丽颖因为出身在娱乐圈经历的辛酸 也远不止这一点 凭一己之力让迪奥成了业内笑柄 赵丽颖是怎么做到的 2017年赵丽颖接到了史上第一个高奢代言迪奥 可没想到迪奥这边刚刚官宣 最后网上就出现了一片嘲讽她眼光欠佳的留言 网友们直接质问迪奥何必自黑 更是有不少人嘲讽赵丽颖时尚黑洞 表示她根本配不上这样的代言 原本赵丽颖应该靠实力一血前耻 可没想到随后的她的表现却实在拉跨 彼时作为品牌宣传大使的赵丽颖 与卑鄙刘嘉玲等人一起录制了一段英语宣传视频 相比于其他人发音纯正的英文 赵丽颖浓重的中式英语口音再次引起群潮 有网友特意在赵丽颖的这段英文原意上标注了中文音标 致使她的那句腹腊舞多日在网上余音绕梁 更有甚者还在高校的英语课堂中加入了赵丽颖的这段发音 让她成了名副其实的反面教材 随着事件的发酵 赵丽颖凭借一己之力让迪奥成了全网笑柄 迫于压力之下 迪奥删掉了这段视频 从此对赵丽颖的热情也逐渐冷却 相比于品牌对安朱拉卑鄙的青睐 赵丽颖则是直接坐上了冷板凳 于是在2017年末 赵丽颖便真正感受了一波来自国际大牌的差别对待 彼时一同参加迪奥酒会的卑鄙被安排到了中国区总裁的那一桌 而赵丽颖却被安排在角落 被全场推杯换盏的声音淹没 酒会还没有结束 她就不得不仓皇离开了现场 但事实证明 你永远不可以低估一个农村姑娘的自尊心 自从这次吃了英语的亏 赵丽颖便从此有了改观 以后不管她在哪里再次说起英语 发音也总会比上次更好一些 而通过这一件事情便可以证明 赵丽颖从来不是那个有一丝缺点就任人拿捏的小白兔 而是骨子里就野心勃勃的大女主 家庭出身并不算好的她因缘际会进入娱乐圈 跑了无数次龙套才拿到了二代情二的剧本 紧接着就是一步步大女主传奇剧本 从陆珍传奇花千古到知讽 再到如今的幸福道万家 赵丽颖的演技肉眼可见的进步 更是做到了流量与演技的双丰收 不仅如此 她还在前辈吴奇隆的指导下进入资本圈 从十万元拿到吴奇隆公司稻草雄1%的股份 到后来成为稻草雄此公司蓝色废典的股东兼法人 并且凭借楚桥转一部剧 就为公司赚了2.58亿天价收入 如今更是签约合颂 成为了李冰冰的合伙人 无论是在资本圈还是在演艺圈 赵丽颖的地位都是卑鄙等人无法相提并论的 曾经的几句英语早已不足以成为抹黑她的黑料 只有中专学历的赵丽颖 凭什么可以当上河北省影视界协会的副主席 究其原因 或许只有作品可以证明她的实力 别人都是什么火拍什么 但赵丽颖却是拍什么火什么 她拍摄《花千古》之后 便带火了一股大女主仙侠剧热潮 从此《师徒恋》便开始在影视剧中盛行 而《楚桥传》爆火之后 《大女主》系列又锁定影评 即便是作为流量担当的杨幂 拍摄的《三撑三室》和《扶摇》 也是在赵丽颖拍火一整个系列之后才真正入场 而她拍摄完《知否知否》后 一系列宋代剧本也走入大众视线 尽管导演们再努力 宅斗剧却再也没能超越知否的高度 鱼妈没了赵丽颖 拍出的两部同类型剧本都反响平平 在《一众八五后小花》中 能像赵丽颖一样做到口碑与流量齐飞的并不多 《陆真传奇》当年开播后便稳居收视榜第一 《花千古》播出后 单热的点击量超过4亿 总播放量超过200亿 创下全球播放记录 即便是题材不算热门的老九门 在赵丽颖的加持下 播放量也达到了100亿 而《楚桥传》和《知否》更是成了现象级的爆款 拍出了这么多爆款剧 赵丽颖的演技也没得说 严反派时她一举秒杀某女郎周东宇 即便是出演朱玉赛前的环朱格格 她也仍然可以做到让不少人唏嘘不已 而在最近播出的《幸福到万家》中 老戏古刘薇与王庆来的扮演者唐增都是上级科班出身 扮演何幸运的张可颖是中系毕业 就连小妹秀玉都是北电毕业 全局的主要角色中 只有赵丽颖一个人是中专毕业 非科班出身 但她却能做到在这么多专业演员中毫不逊色 或许这也就是她为什么可以当上影视界协会副主席的原因 而值得一提的是 为了能让赵丽颖出演《幸福到万家》 导演郑小龙还专门等了她一年多的时间 彼此郑小龙在选角时 第一个看中的就是女主角赵丽颖 但当时正赶上赵丽颖怀孕生子 于是郑小龙便专门为她推迟了一年多的时间 两人在合作完之后 郑小龙更是自曝 希望能与她进行第三次合作 能让一位拍摄出无数爆款的京圈大导为她拖延 足以见得赵丽颖的实力 而如今的赵丽颖有演技有口碑 也完全可以与资本分庭抗礼 这样的状态谁能不说一句 她是草根逆斜的典范呢